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莫玉金 752集 我都吃过了 我还是不去了吧 来吧 打扎蟹油不沾肚子 我本来想提前叫你 刚刚出去做了个法事 回来都完了 快点来啊 等着呢 说完了 欧阳老头便把电话给挂了 张凡无奈地看了看手机 从床上下来给方言打了个电话 叫方言一起去欧阳老头家里面 吃大闸蟹 穿好了衣服 洗了八脸 从寝室出来 方言已经把车子开到学校门口 在等着张凡了 上了车子 方言驱车 直奔欧阳老头的家里 欧阳老头急火火地非要叫我过去 而且还让我叫上你 我感觉恐怕不是吃饭那么简单呢 应该有别的事 张凡看了看正在开车的方言 文言 方言眉毛一条 有些疑惑地说 不能吧 没有什么事啊 哼 我太了解这个欧阳了 到了地方啊 你就知道了 好吧 方言笑了笑 大约二十分钟 两人便到了欧阳老头家里面 在路上买了一些水果 还有蛋奶 这也算是探望欧阳老头怀孕的老婆了 欧阳老头十分热情地 招待两人到了餐厅 餐厅里面摆着满满一桌子 丰盛的饭菜 这饭在正中央啊 有一盘黄盛盛的大闸蟹 欧阳老头还专门准备了两滩黄酒 快快快 酒等你们了 快坐 钟两人做了个情的手势 而后便喊着王慧芬过来 一起吃饭 钟人边吃边聊 王慧芬吃完饭就离开了餐厅 张凡吃了一口蟹黄 冲欧阳老头问道 说吧 有什么事啊 还看你说的 没事就不能叫你吃顿饭了 行了吧 别跟我假惺惺的 张凡白了他一眼 欧阳老头不又是干笑了一声 嘿嘿 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怎么样 看到了吧 张凡望向方言 指了指欧阳老头 方言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笑容 还真被张凡给说中了 这欧阳啊 还是真有事呢 说吧 什么事啊 呃 你知道李家华吧 你是说联合会的李家华 对啊 就是他 你认识他 认识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 你还认识联合会的人呢 嗨 是这么回事 昨天呢 我和我老婆一起 去参加他们家族的聚会 那李家华也去了 我老婆跟李家华的父亲呢 是一个老爷的兄妹 这关系也算是比较远了 平常也不会怎么走动 以前加速聚会 李家华也从来没去过 可是昨天啊 他偏偏去了 通过聊天得知 他去参加聚会的目的 并非是真的要参加聚会 而是因为他知道 我和你的关系不错 想让我呀 跟他说说情 请你帮个忙 这都求到我这头上了 中间还夹着我这老婆 我就只好答应了 张先生 如果你跟家华 没有太大的仇怨 希望你能帮忙 看看他父亲的病 这时候 王慧芬端着一盘洗好的水果 正好走进餐厅里 声音里还带着一丝祈求 张凡看了看两人 苦笑着摇头 哼 这小子 回来之前 我已经答应过他了 要帮他父亲看病了 这些日子忙于修炼 把这事给忙忘了 我既然答应过了 他给我打个电话 提醒一下便好 怎么还都这么大个圈子呀 听到张凡这一番话 欧阳和王慧芬 都是微微一正 而后 苦笑着摇摇头 真是 何必要都这么大个圈子呢 张凡掏出手机来 直接便拨通了 李家华的电话了 喂 张先生 话筒里 传出了李家华 有些恭敬的声音 我在你姑父家里面吃饭 等我吃完了 就去你家里 你把地址给我发过来 我姑父 你姑父不就是欧阳吗 何必要都这么大个圈子呀 还让他来找我 你给我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我也不是不想给你父亲看病 直回来以后太忙 把这事给忘了 李家华尴尬地笑了笑 而后说道 不好意思啊 张先生 恕我这以小人之心 独君子之父了 好了 把地址发过来 在家里面等我 晚上之前 我应该可以过去 行 我这就给您发 随后 两人便把电话挂了 王慧芬 望向张凡感激地说道 谢谢你了 张先生 客气了 以后不用叫我张先生 像欧阳一样 叫我小凡就行 王慧芬听了 笑着点了点头 小凡 方言 那你们吃好喝好 我先去休息一会儿 张凡和方言 都是点头答应 而后便妄想方言说 该你了 听到张凡这话 方言愣住了 而后满脸疑惑地 妄想张凡 该我了 什么该我呀 欧阳在电话里面 千丁万主 让我把你带过来 他找你啊 肯定有事 说完了 张凡又把目光 投向欧阳 又问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文言 欧阳老头 尴尬地又笑了 嘿嘿嘿 是有那么一点小事 方言听了 也是笑了 吃了你这么多大闸蟹 有什么事啊 你就说吧 前几天 我就处理了一个 恶鬼的案子 若不是我机敏呢 恐怕我这小命就大了 那恶鬼的实力 是在第二境 我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 以你的实力啊 肯定足够对付了 这我要是不给人家处理了 那可就坏了我的名声了 所以嘛 我就想 说到这里 欧阳老头 黑黑地笑了 行 我明白了 这个忙我帮了 见方言答应 欧阳老头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喜色来 端起酒杯 热切地 向张凡和方言 碰了一下杯子 呵呵呵 喝酒 三个人喝了一坛子酒 便驱车 去了 李家华的家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